猪渊有三好 枪斗帅 爆发高 以及细节好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风 经历几天时间的深度体验 我终于把猪渊给看遍 而不是我还明白了 作为开服第一期双C卡池里的下半限定 哪怕不想 猪渊也必定会被拿出来和艾莲做比较 谁让老迷喜欢塞两个CG一起卡池呢 警员你说是吧 那么在开服艾莲如此强势的情况下 猪渊是否能从中脱颖而出 成为新的舰队明灯呢 本期视频带大家一起了解 猪渊你需要知道的全部内容 关前声明 本视频偏向实战攻略而会全数拘留 有不同想法和建议 也欢迎在屏林区指出 喜欢的话不只有一个三连啦 感谢大家支持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 先说结论 猪渊为瞬间爆发型输出 主要伤害来源为强化弹 在boss破盾后爆发为最高收益 猪渊攻击段数较多 连招比较繁琐 快速攒强化弹需要一定的操作手法 上手难度略高 缺点也很明显 虽然强化弹辅断穿刺效果 但猪渊巨怪能力较差 想要集中爆发 及其依赖尼克的能量场 而主要输出的破盾爆发 也要求队伍有击破位 因此和艾连相比 泛涌性不高 并不适合开荒 而是适合练度已经成型的玩家 作为高难攻略队培养 因此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也已经有艾连了 那么推荐跳过猪渊池 如果没有艾连的话 可以考虑抽取 猪渊对练成后的总爆发 是十分可观的 并且后续还有轻衣 作为击破保障 总体来说未来可期 接着进入常识测评 军渊为五星以太强攻角色 并为唯有一定战场能力的 瞬间爆发输出 攻测和三次对比 在上一支视频已经提过了 感兴趣的可以自行观看 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啊 在面对新角色 一堆看不懂的技能时 最推荐的第一入手点 是核心技 因为核心技 一般是一个角色的灵魂所在 围绕核心技掌握角色 就能更快上手了 来看核心被动 混准弹药 猪烟最重要的机制 长按鼠标左键 进入压制模式下 消耗强化弹进行攻击 招式伤害提高40% 肉攻击失衡状态下的敌人 伤害继续翻倍 一共80% 很明显猪烟在失衡后 爆发收益更高 因此控制强化弹数量 保证在失衡时打满输出 就是猪烟的必修克 后半次条对0命猪烟来说 更是提高了下限 开局就送6颗强化弹的含金量 懂得都懂 然后是第二条被动 之前解释过 现在只要是支援位 或者同阵营 就可以触发被动 对猪烟提供10秒 30%的暴击率加成 暴击率对猪烟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之后会详细说 那么讲了半天 核心技里面有两个新名词 没有被解释 我们一个个来看 先是最重要的强化弹 进入战斗后 左上角会显示9个强化弹孔 前6个是亮指的 即核心技说的 开局送6发强化弹 强化弹的上限是9发 填满为止 如果没有强化弹的 长按普攻 则会直造成物理伤害 倍率非常低 和普通战机一样 一般不会使用 压制模式下的一次爆发循环 会消耗5发强化弹 前两发造成相同倍率伤害 第三段看着倍率高 其实是一次性 会消耗3发强化弹药 因此每一段伤害 都是差不多的 看完这些 目前应该还能接受 不会大挠当机 因为之间掌握了核心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从头学习 能获取独技就行了 顺带就把技能全学会了 首先是普攻 不许动 一共5段攻击 第四第5段 分别会获得一发强化弹 也只是一套普攻 可以攒2发 只是猪猿的5段普攻 耗时比较久 每一段动作虽然都很华丽 但是我们的目标 也就是最快速的攒强化弹 因此需要去摸一摸 猪猿的普攻机制 刚刚说过 如果什么都不做 一套普攻一共5段攻击 但猪猿的普攻有一个变招 在攻击时 按住方向键再按普攻 此时猪猿会进入测滚普攻 之后直接会衔接第三段普攻 并且在第五段普攻之后 再次使用测滚 猪猿依旧会进入 3到5的普攻循环 因此 这就是猪猿的第一个小技巧 通过测滚取消第二段普攻 直接从第三段开始 那么三段普攻里 攒两发强化弹的效率 就非常可观了 这里一定要注意的是 测滚只有在你需要的时候 才使用 无脑测滚普攻 则会永远重复 测滚接第三段普攻 接测滚接第三段普攻 这样操作看着很算 但是打了半天 一看强化弹一发没找 尴尬的还是自己 所以测滚一定要在第一段 以及最后一段 打完之后再用 用完之后 等到第五段普攻结束之前 都不要手剑啊 控制一下想要操作的心 接着是闪避反击 成功后可以获得一发强化弹 别看只有一发 闪避反击的触发概率是很高的 每次闪避接普攻 都可以获得一发 效率有增客观 然后是快速支援和支援突击 快速支援可以获得一发强化弹 而且也是比较容易触发的 分两种 第一种是前一位角色被打了 换猪猿入场 强化弹加一 第二种是最常用的 尼克敦辅助通过战技 触发兽机支援直接切换 那么猪猿入场 依旧是会加一发强化弹的 所以千万别小看这个 还是很好用的啊 至于支援突击 因为猪猿是远程 因此无法弹反 只能进入子弹时间 并且一次性获得三发强化弹 和闪避反击不同 这个看着一次给三发很超模 但是在拥有一定熟练度之前 你会发现 猪猿的支援突击 用出来的次数是很少的 因为尼克的能量场 直接就触发猪猿的兽机支援了 所以最多情况是通过这个 只加一发强化弹 只有在拥有一定熟练度之后 可以选择主动摊支援突击 三发强化弹 然后是强化战技 消耗60点能量 补充三发强化弹 猪猿的能量上限是120 刚好能放两次 而一般强化战技 是最常规的攒强化弹方法 能量补充速度也不算慢 玩醒来的整体输出节奏 还是比较舒服的 最后是QTE和大招 分别给三发 以上是猪猿的强化弹 全部获取机制 大家可以看出 猪猿的强化弹获取 其实是挺空族的 数量度高了之后 各种蹭 很少会出现不够用的情况 围绕强化弹 滚了一拳技能之后 你会发现 猪猿的基础技能机制 就已经被摸清楚了 除了普攻里 侧滚接三到五段普攻 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进阶一点的技巧 其他都是 只要你上手玩一玩 都能掌握的技巧 当然了 进攻固然重要 猪猿的闪避机制 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亮点 猪猿一共拥有三种闪避方式 各个用出来都出来的不行 第一种 也是最常规的一种 不按方向键的后退闪 和一个按方向键的普通闪避 这个所有角色都有 大家也都会 在这之后 就可以行接闪避反击 获得强化弹 第二种 猪猿在普攻攻击中的第四段 会有一段后空翻 如果在后空翻开始时 敌人恰好攻击了 那么会自动触发蓝光闪避 第三种 测滚闪避 猪猿的测滚 在怪开始攻击的时候 也会触发闪避 同样规避伤害并且未移 不过大家先别着急啊 我知道你们会说 那后两种闪避 岂不是酷爆了 别的角色都没有这种机制 只有猪猿有 这种情绪价值谁懂啊 我要狠狠地抽 那你就上当了 先不说后两种闪避的触发 是非常需要运气的 只有恰好在敌人要攻击的时候 正好轮到你打那一下 才会触发 而最知名的缺陷不在此 而是后两种闪避方式 是无法衔接闪避反击的 闪了 但没完全闪 不能触发闪避反击 就代表没法获得强化弹 没法获得强化弹 对猪猿来说 就是最知名的 因此 后两种闪避 仅仅只是锦上添花的效果 普通闪避 也就是最实用的 不过呢 也不要太沮丧 毕竟这两种闪避 偶尔触发一次 确实是很爽的 接着再教大家一个 强化弹使用的小技巧 大家都知道 如果普通一套强化弹连招 猪猿打着打着 会自己越滚越远 越滚越远 最后敌人影子都见不到了 距离远了 远程的伤害就会被削减 因此控制输出距离 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接下来讲的小技巧 就很重要了 如果在强化弹过程中 按住方向键 猪猿会进行一个 长距离的翻滚位移 然后再次重复 强化弹流程 而且最开始我们说过 猪猿的每一段 强化弹的倍率 都是相同的 因此不管是地纸段攻击 都不会影响猪猿的总输出 所以我们可以在 猪猿强化弹 滚远的过程中 按住前方向键 此时猪猿会立即进行一个 长距离翻滚接近敌人 然后迅速开枪 继续消耗强化弹 这样的好处 就是你永远能保证 猪猿和BOSS的距离是固定的 当然如果贴脸的话更好 只不过尽量避免面对面 不然的话很容易被打断 以上就是猪猿的 全部使用技能技巧了 如果有遗漏 也欢迎大家补充 当然光靠猪猿这些 肯定是不够的 后续在实战环节 我还会说 猪猿轻杂和轻BOSS的最佳流程 技能加点方面很简单 核心技普攻最优先升满 接着是闪避和阵击大招 最后是支援 讲完技能 我们来看武器和驱动蓝选择 先说猪猿的专武 给了宝贵的暴击率 肯定是最优解 后续词条 普攻的伤害加成 再压制攻击也是能吃到的 他们都算普攻 只是猪猿的专武 也和别人一样 专的不行 那如果没有专武 备选依旧是老三样 有硫磺石 带硫磺石 11号的专武 又又又被牛了 没办法 谁让其他人的专武 也是真的专呢 其次 四星里 加农转子和新货引擎 有什么带什么 差距并不大 毕竟选择也就这么点 以太套或者强功位 通用的琢木鸟套 都是可以的 但是和属性专用套不同 因为琢木鸟套 是目前的强功通用 所以花体力刷它 等于一下子 再给好几个C刷装备 效率还是很高的 剩下两件 带激素捧克 或者琢木鸟 以太都可以 虽然妮可 基本是住院宝宾的支援位 但官方很清新的 把被动改成了 只要是支援就可以出发 那么如果你不带妮可 以太套的四件套 就实施效果了 这个时候 可以选择琢木鸟 词条方面 六号位攻击力百分比 五号位攻击力百分比 太伤害都可以 而四号位 是最重要的分歧点 虽然肯定是 双爆里面选一的 但是在我这几天 玩朱渊的过程中 我发现 朱渊和爱莲是存在差异的 一般爱莲玩家 包括我自己 都更倾向于 带爆上一提高上限 因为爱莲的攻势 就像流水一般 不会停歇 那么多伤害里面 爆上提高了 上限会更大 但这点 和朱渊的角色属性 完全不符 提高朱渊的下限 可能是一个 更明智的选择 因为朱渊的爆发时间 要求极其严苛 每一次伤害 如果没有产生爆击 都将是一个 巨大的损失 爆发时间 一共就这么短 每出爆击 爆伤跌得再高 也是百搭 不稳定性就太大了 所以我推荐 使用爆记仪 我们来算笔账 朱渊一共有多少 爆之类可以加 首先自身初识 5% 专舞15% 被动30% 那只是50% 妮可6米给15% 朱渊母鸟两件套 给8% 一共73% 当然这是全部 都有的情况下 才有这么多 这时候 配上24%的爆记仪分 加上一点 爆记率的副词条 勉勉强强100% 但是如果大家 没有专舞 没有妮可6米呢 那即便算上爆记仪 也就个七八十的爆记率 不算的话 则是对半开 短短的奢陷时间里 一共就十几发强化弹 没爆是相当亏的 所以除非不用爆记仪 也能保证有 八九十的爆记率 那么可以选择爆伤薄梦想 否则爆记仪 是一个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副词条 当然是双爆攻击力优先 爆记率高的话 爆伤优先 能提一点上限 试一点 然后是影化时间 首先先明确一点 和爱莲不同 朱渊的六个影化加成 都是不直接改动机制的 举个例子 爱莲的二名 直接把动作机制改掉了 二名爱莲 和非二名的体验 是完全不同的 这种叫直接改变角色 体验的影化 但朱渊不同 朱渊的六个影化 相对来说都是直接增加数值的 只有一名是勉强提高下限的一个影化 我们一个个来看 刚刚说过的一名 朱渊在连血季和终结季后 如果强化弹打完了 则会分别自动装填六和九发强化弹 这个大大降低了你的朱渊操作难度 我认为更多是一个提下限的影化 它的作用也很简单 如果你攒不来强化弹 那么就让无他为首数尔的朱渊 替你完成这件事 你只是要按住鼠标左键就可以了 而朱渊考虑的就很多了 一名朱渊可以让你玩得更加轻松 比如有些关卡 并不需要你去精打细算的攒强化弹 直接快速装填了完事 但是也不是说对朱渊的上限毫无帮助 强化弹的充足 就代表着朱渊有更多打强化弹的机会 有些时候切击破和朱渊出来打破盾 还不如朱渊出来几发秒了 总体来说 一名和专武都是保下限更多的一个选择 在我这里不分伯仲 大家凭喜好选择即可 二、四、六名我们一起来看 全是增加朱渊伤害的影化 平均提升则是百分之十级左右 当然六名提升是最大的 12发强化弹之后 会奖励一个强化战技耗能减半的buff 并且释放后额外发出四发导弹 如果你真的实力强大抽了六名 那么建议和一名一样玩就可以了 不用去计算很多 大家根据钱包来选择即可 个人推荐0加1或者1加0朱渊 就已经很合适了 直接0名朱渊不抽专武也是完全可以的 差的这些并不影响你的深渊拿S 接着我们进入编队环节 很明显朱渊的编队人员已经锁死了 朱渊加击破位加支援位 往里面填角色就行了 上期视频我也说过 除非未来有击破位支援 或者支援位支破 才会打破这个编队模式 那么先说支援位 最佳搭档毫无疑问是尼可 尼可的好处太多了 第一它不需要练太多东西 如果你有六名尼可 只需要提升等级 把核心剂点满就可以了 接着带一套摇摆爵式 平时QTE一下 然后有能量了 足够了 给降防的同时 还给了朱渊最需要的能量场巨怪 让朱渊的爆发能够覆盖更多单位 当之无愧的最佳搭档 如果你真的不想有尼可 那么仓角和狼哥打包也是可以的 只是艾莲真的要骂娘啊 你把我一加全端了 我用谁 社长露西和安比丽娜相对来说差一些 但是也不是不能用 但如果是非同属性的支破和支援 那么效果就要再打点折扣了 这里唯一的例外就是尼可加安比 因为尼可和朱渊是一堆combo 和安比无关 并且考虑到大家没有狼哥和社长的居多 那么朱渊加安比加尼可 就是性价比最高的组合了 可以专心把资源投给朱渊 尼可只需要拉一点点练度 然后再练个40级左右的安比就足够了 虽然安比的上限比较低 但是未来还有轻易做替代 目前作为过渡还是完全没问题的 关于轻易上期视频也着重讲过了 这里节约时间就已带过 以上就是朱渊的全部攻略和养成推荐了 光看纸面可能大家还无法理解 那么终于轮到最后的环节实战测试了 我们来看深渊下对boss和对小怪的朱渊队实际表现如何 我这里用朱渊安比尼可做示范 首先是聚小怪的技巧 开局朱渊的六发强化弹 等于是全部留着的 先切出安比 如果有远程小怪 优先往远程小怪的方向跑 这样近战小怪会跟在自己身后 跑到远程小怪背后反转视角 优先把远程小怪打出失衡 这个时候近战差不多也赶到了 然后通过QDE切换尼可加朱渊进场 这个时候基本三个小怪 能够稳稳地被能量场吸住 朱渊的一套强化弹下去 能把近战小怪打失衡 接着尼可加朱渊循环 或者切安比用强化剂 打最稳定的失衡 最佳情况下 一共可以循环三次 这样能量场源源不断的同时 朱渊的强化弹也不会缺 一轮清空 接着下一次循环 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安比的走位 和尼可的能量场智怪 解决朱渊不弱的AOE环节 保证每一发强化弹 都能命中多个敌人 然后是Boss战 我这里是一命朱渊 所以打法可能会更狂野 上来的六发强化弹 可以直接伺候 因为最开始贴出安比跑图 是很浪费时间的 这个时候通过朱渊强化弹 瞬间接近敌人之后 骗Boss攻击 替安比弹反 最快时间打出失衡 然后尼可加朱渊爆发 足中尼可有强化异就放 放完继续用朱渊打 暂差不多5-6发强化弹 就可以继续用安比打失衡了 一套循环下来 不管你是不是一命朱渊 子弹循环基本上都是不会出大问题的 唯一要注意的 就是在Boss失衡后 触发暴击率增益之后 再打爆发输出 强化弹满的时候 不要无脑按战机和大招 先打几发再用 这样打的输出是最足的 综合来看 朱渊队实战 针对以太弱点的高难本 是相当好用的 如果你玩不来冰队环境下打 爱莲一队 藏脚狼哥一队 那么以太弱点用朱渊队 冰队换回黄金大队 也是可以的 最后做个总结 如果你没有抽爱莲 那么可以选择抽朱渊 基本开服到这个时候 主线都过完了 朱渊练完之后 直接进高难即可 如果你刚入坑 用朱渊开花 也不是不能玩 虽然过程可能没有爱莲割草 那么爽 跑得那么快 但是也能通过杂兵战 增加朱渊的熟练度 朱渊是一个更需要熟练度的角色 用的好与不好 差别是比较明显的 推荐大家酌情抽取 那么你是否会选择朱渊呢 欢迎评论区和弹幕讨论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能帮助大家 更好的了解朱渊 我是天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